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脸上长满了大色的黑色和灰色的毛发 据说这是世界上只有大概50人才患有此病 由于长相很奇怪 所以她经常遭到周围同学和邻居的嘲笑 当她11岁时成为了她所在学校最受欢迎的名人 慢慢地被别人所接纳 原因是她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毛发最长的女孩 一个六岁的印度男孩被当地人所崇拜 他们认为她是印度教神甘尼萨的准世灵童 来自印度旁哲普邦贾朗达尔的普兰叔 出生时患有一种神秘的疾病 使她的前额肿胀 眼睛深陷和眼睛狭窄 虽然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但村民们认为普兰叔是一个神圣的孩子 并且绰号她为甘尼萨勋爵 每个相妻寺她都会在村庄附近的清真寺外接待信徒 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 观看下一期视频哦 下期再见 拜拜